Hello, 大家好, 我是Bonnie 今天就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買家居用品 可以去哪裡買 其實這裡買家居用品 很多地方都可以買到的 甚至在一般超級市場裡面 都找到你所需要的家居用品 例如碗碟碟碟 玻璃碟 咖啡機 攪灌器 或者煲 鍋 鍋鏟 毛巾 這些所有的家居用品 大部分的超級市場 其實都已經有一個section 給你去看的了 但是說到大型的家居來說 最大的那間店在這裡 當然就是IKEA IKEA其實在香港的你 應該都不會陌生的 仍然一樣 其實我想跟其他的IKEA沒有什麼分別 IKEA也是一個去買家居用品的好地方 除了這些地方之外 其實也有些小店去買家居 但Bonnie自己覺得 通常這些小店都會比較貴的價錢 所以主流去IKEA買 我覺得是最便宜的 都算是 另外還有買家居用品的好地方 就是平時在香港都會走的12元店 其實我也是聽朋友說是12元店 我以前其實是叫做10元店的 這裡其實也有一樣的店 就是 Daiso Dollar Store 還有一個叫ABC Market Daiso就是日本的Daiso 只看別人的Daiso購物 在日本的Daiso 在台灣的Daiso 而OneGore也有Daiso 在Daiso買到加幣2元或以上的東西 大部份的東西都是2元 有些東西不是2元的話 都會標明它是特定的價錢 在Daiso就是什麼都可以買的 又是家居用品的 盒子、擺設、碟子、碗子、毛巾、洗澡、煮飯 所有大部份的日用品都可以在那裡找到 而且是以一個很便宜的價錢 你就可以買到回家了 我想這個也是對留學生很重要 因為我想有時帶花殼的飯盒 還有一些收納的用品 我想大家都不會花很多錢 在這方面 所以我想Daiso也是一個好地方 給大家去逛逛 而且Daiso裡面其實也有文具部 化妝品部 所以其實都很方便大家去找到 還有上學需要的用品 家裡需要的用品 或者女生化妝上需要的用品 都可以在那裡以一個便宜的價錢找到 除了Daiso之外 有一個叫Dollar Store 就是以1元的價錢去買很便宜的東西 其實我發覺都不是1元的 因為你想一下1元之後 你還要加稅 可能過幾元 但BONNY在這裏覺得 大部份時間我到去 所有東西都是標籤著一個價錢 大部份的東西都不是1元的 但它也不會貴得很離譜的 我想在2-3元的範圍裡面 你也能買到你需要的東西 而且在Dollar Store裡面 它每個不同的節日 都有不同的東西 拿出來給大家買的 例如萬聖節 它也會有很多的面具 如果是聖誕節 也有很多聖誕裝飾用品 如果是有聖Patrick's Day 它也是聖誕 都是綠色 又或者是Canada Day 它也會放很多關於加拿大的 擺設 又或者是化妝用品 又或者是旗子 給大家去買 所以Dollar Store 也是一個給大家去買的好地方 好 最後一個就是 ABC Mark 這個就是韓式的2元店 這裡就買到很多韓式的擺設 韓國的文具 韓國的食物 飲品等等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很跟韓風 所以有很多人可能也很想在這裡 找到一些韓國的食物 不想上網買 因為有時候也很貴 但是這裡 慢慢越來越多韓國人 來這裡住 也開了ABC Mark 就是由一個很低的價錢 都可以讓你買到一些韓式的生活用品 我看過有韓式的筷子 在裡面其實也有一些飲品 是他們平時會喝的 例如在韓國 有很多韓國的用品 食品 都可以在那裡找到 試過有韓國的染髮劑 是可以賣輕氣球 如果在畢業、生日 想買輕氣球去擺設裝飾 又或者送給別人一個祝賀的禮物 大家也可以去ABC Mark 也是一個以低價錢 去買到你生活日常所需的用品 在家居用品方面 除了去兩元店買到自己生活所需之外 其實 QPON也很重要 因為有時超級市場都會放一堆的QPON出來 你就會看到QPON上有哪些東西是減價 可能有時有紙巾、清潔用品 可能在那個時候 超級市場有減價 你也可以拿到QPON之後 去找你心目中要找到的東西 也是一個優惠價錢去買的 所以這裡用QPON真的很普遍 不知為什麼呢 我剛剛開始來的時候 是很不習慣這件事 可能在香港的時候 不太流行用QPON 所以來到這裡 都需要一點點的時間去適應 但是如果在這裡想省錢 其實QPON是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它真的幫你省了很多 那這個也是小提示 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那我們下集再說一下 如果在這裡要買電器產品的時候 應該什麼時候去買呢 好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rather說 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也是有罷了 感谢观看